驳回上诉,维持原判,宿罪并罚,判处被告让文强死刑,获得政治权利周深的刑事裁定,依法盗取最高人民法院赤裁。 哲氏真是拍摄于2010年时期,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,二审被宣判死刑时的实录画面。 他因在任职期间,犯受贿罪、包庇罪、纵容黑社会性质阻止罪和强奸罪而被重庆警方逮捕, 最终被恕罪并罚判处死刑,其中在调查他时,他名下拥有的巨额财富更是来源不明, 成为当时老百姓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。 那么文强到底贪污了多少赃物,能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?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当年实拍的一些照片和视频,为大家揭秘他所受贿赃物里的冰山一角。 比如现在我们所看到这张堆成小山的人民币图片,便是文强所贪污赃物中的一部分。 这两千万现金被文强妻子埋在自家别墅里的渔塘中,经过打黑刑警的两天挖掘才最终被找出。 由于这些钱币全部被有纸严密包裹,所以即使藏匿在水底,找出事也滴水未尽。 而除去现金以外,文强还格外喜欢各类古董,比如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玉石佛像, 和一堆象牙工艺品都是价值不菲,旁边的各类花瓶和古董,即使是办一个小型博物馆都是够用的, 从这也能看出,文强所迷恋的不仅是钱财,还有更多是金钱所买不来的权利, 以及象征着身份的古玩和违禁品。 除此以外他还毫不避坏地接受一些文物,比如画面中间的这颗佛头, 原是重庆市大族石门山摩崖,造像的一尊石颗佛头,在2004年被盗, 后被某公安干净汪汪,为自己的升迁调动,主动送给文强, 而该佛头被盗案件却始终未被侦破,真是可笑至极。 而左侧的山水画则是张大倩的梦短黄山,当年价值364万元, 由重庆市公安局公共交通,治安管理总队员副总队长赵立明送给文强夫妇。 右侧的龟舌石碑,则被文强摆放至自家别墅的院落中, 用于镇宅辟邪,虽来源不祥,但也是妥妥的文物之一。 除此以外在文强受贿的赃物中,还有难得一见的恐龙弹化石, 各式各样的名贵烟酒,以及不同朝代的花瓶古董百贱文丸等, 其种类繁多还都价值不菲。 而要说到文强的房产,更是让人感到惊讶, 根据有关资料披露,文强家投资购买货兴建的房产多达16套, 其中最让人关注的便是, 他在五龙县仙女山修建的两栋别墅, 该别墅占地约20余米,传言修建家装修高达3000万元, 内部装潢十分豪华。 而在面对这些证据确凿,且很多一部分来历不明的钱财时, 文强依旧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, 声称这些属于人情送礼,不属于贪污犯罪, 脸皮之后让人称了, 虽然文强在法庭上, 百般狡辩,但铁一般的事实和证据最终让他闭了嘴。 根据重庆市相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显示, 从1992年至2009年8月文强案发钱, 文强的工资收入总额为21万余元, 加上其奖金津贴等补助, 一共有47万余元, 而他的妻子周小亚算下来也仅有34万多元, 但从他家搜出的巨额现金, 他是解释不了的, 因此他贪污受贿的事实是铁一般的存在, 是毋庸置疑的。 最终文强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, 于2010年7月7日被执行死刑, 终年55岁。